约拿书 约的某段时间出现过 当时是以色列最邪恶的王 耶罗伯安二世在位期间 约拿专门讲 取悦王的预言 宣称王会获胜 将要收复以色列北部边疆的 所有领土 要知道先知阿摩斯也去见过 耶罗伯安 神通过他推翻了约拿的预言 阿摩斯说 耶罗伯安会因所犯的罪 失去这些领土 所以读约拿的故事之前 我们对约拿的人品先有了怀疑 约拿书结构优美 采用了前后呼应与对称的文学手法 第一章和第三章 讲述约拿同外邦人的相遇 先是一群水手 然后是他恨恶的敌人尼尼威人 每个故事对约拿的自私 和外邦人的谦卑悔改 都进行了幽默的对比 第二章和第四章 包含了约拿的两个祷告 前一个是悔改的祷告 后一个是约拿埋怨神 过于仁慈和良善的祷告 这卷书结构精巧 叙事风格非常独特 故事里的角色非常常见 但讽刺的是 人物的行为却完全出人意料 神的先知竟然叛逆 甚至恨恶自己的神 而通常被看作道德败坏的水手 却有柔软愿意悔改的心 谦卑的归向神 世上最强盛最邪恶的君王 竟然因约拿区区几个字的传道 就谦卑下来 甚至连王的牛都悔改了 这样的故事 我们今天称为讽刺文学 这类故事讲述了一些名人 在极端状况下的经历 故事用幽默和讽刺 来批判人物的愚蠢和人格上的缺陷 一起来看看约拿书的几个部分 故事一开始就是神对约拿说话 神派他去亚述帝国的首都 尼尼威城传道 揭露那里的邪恶和不公义 而亚述正是以色列的死敌 但约拿没有向东去尼尼威 相反 他找了一艘开往最西边的城市 踏实的船 你一定会问 为什么 约拿为什么要跑呢 他是害怕吗 他只是不喜欢尼尼为人吗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 这位先知试图逃离神 他登上一艘装满外邦水手的船 跑到底舱 在那里睡着了 神用大风暴唤醒了他的先知 讽刺的是 甲板上的水手对发生的事情很清楚 他们意识到 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在主导这件事 他们用制骰子的方式发现 约拿正是罪魁祸首 他们让约拿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约拿滔滔不绝 说了一大堆晦涩难懂的宗教术语 他说 我是西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 就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 真好笑 他知道神创造了地与海 却傻到要走水路逃避神 当水手问约拿他们应该怎么办时 约拿说 把我丢到海里 除掉我的性命 乍一听 好像他很伟大 但之后会发现 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最自私的举动 想想看 他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办法 不去泥泥威城吗 他打算让水手把自己杀死 让无辜的水手犯下流人血的罪 水手们当然不愿意 他们把他丢到海里时 还向神忏悔 风暴随后平息 他们敬畏以色列的神 与约拿不同 水手们是真心敬拜神的 但神阻拦了约拿逃离泥泥威城的计划 当约拿沉入大海时 神为他预备了一座奇妙的水中坟墓 就是一条大鱼的胃 在正常情况下 他必死无疑 但在这个故事里 每件事都颠倒了 约拿在海底的葬礼 成为他通往重生的路 约拿被困在大鱼的肚子里时 做了一个祷告 严格来讲 他始终没向神认错 不过他感谢神没有放弃他 而且承诺 从这一刻开始 无论如何都会听神的话 神的回应也很有喜剧性 他叫大鱼把约拿吐回到汉地上 神再一次叫约拿去尼尼威传道 他顺从了 书上说 尼尼威是一座很大的城 需要走上几天才能走完 约拿只走了一天 他传讲的信息是 再等四十天 尼尼威必倾覆了 这句话 希伯来文只有五个字 他传讲的信息很短 也很古怪 来看看少了哪些内容 他没提尼尼威人做错的事 或者他们应该如何回应 更没提是谁可能倾覆他们 最明显的是他没提到神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约拿故意要提供这么简单的信息吗 他好像试图让自己的信息打折扣 以确保尼尼威人被毁灭 或者说他根本没尽力传讲神的话 可是不管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他的计划都没有实现 他一传讲完这篇只有五个西伯来词汇的步道 尼尼威王和整座城甚至连牛都匹马蒙灰悔改了 这再次表明邪恶的外邦人比神的先知更愿意回应神 神赦免了尼尼威人 没有毁灭这座城 接着故事进入最精彩的部分 约拿这篇短短的步道文 最后一个字轻覆 意思是翻转 它可以指一座城被推翻或摧毁 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 也可以解释为转化 是指某样事物被翻转 变成自己的对立面 有趣的是 约拿的话得到了应验 不过不是按照他的意图应验的 尼尼威真的被翻转过来 因为约拿的敌人愿意悔改 就得到了神的怜悯 最后一章把所有的内容整合了起来 约拿开始生闷气 做了第二个祷告 他首先告诉神自己逃走的原因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知道神大有怜悯 约拿引述了神在出埃及记中 对自己本性的描述 他用这个来羞辱神 他说他早知道神是慈悲的 他会找办法原谅这些可恶的尼尼威人 你可以听出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厌恶 然后约拿不再和神对话 他恳求神当场杀死他 他宁愿死 也不想跟宽恕了他仇敌的神在一起 约拿足够幸运 神没听他的祷告 只是问他 他发怒是否有道理 约拿不理睬神的提问 他走到城外 在附近的山上扎营 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 也许尼尼威人会后悔自己悔改了 然后被神降火烧死 接下来的事很奇怪 神为约拿安排了一株毕麻遮阳 这让约拿很开心 后来神又安排了一只虫子咬这棵植物 让约拿失去了遮阴的地方 在日头的暴晒中 约拿又一次求神杀死他 于是神又问他 你这样发怒有道理吗 约拿回嘴说 当然有道理 你就让我死吧 这是约拿在故事中说的最后一句话 神的话成为这卷书的结尾 神说 让毕麻长出和毁掉 是为了让约拿明白 他对这株只享受了一天生命的植物 都充满了关心和感情 神问约拿 人难道不比毕麻还贵重吗 神的意思是 对尼尼威城中千千万万失丧的人 甚至动物 神也怀着同样的情感和关心 这不是很合理的吗 这卷书到此就结束了 以神让约拿允许自己怜悯他的仇敌作为结尾 约拿如何回答 故事没提 因为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卷书试图挑战你 神的问题实际上是向读者发出的 你是否允许神来爱你的仇敌呢 对读者来说 这卷书好像一面镜子 从约拿身上 我们看到自己品行中最坏的那部分被放大了 神爱他的仇敌 并容忍每个人心里面的约拿 这些事让我们心怀谦卑和感恩 事实上 这个奇妙的故事在传递一个好消息 它让人看见神有极大的怜悯 并挑战我们最核心的信念 这就是约拿书的经意 感谢散递 请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